在变金刚历史上 魂天豹可能是重图次数最多的组合金刚之一了 但毕竟是军事题材的载具 无论什么颜色上身 效果似乎都在可理解可解释的范畴内 毕竟是重图版本 礼合装是更为合理的出货安排 正反面分别是组合于单体的事物照片 并没有美形度爆棚的艺术彩绘 玩具主体配件分两层收纳 还未打开已经被各种跳跃的色块深深吸引 对这样的风格喜欢与否 在这个阶段应该已经见分晓了 相对原色版突出厚重质感的金属色 这种五颜六色的跳跃 更有种老玩具复古的味道 让人不禁联想到 而是在柜台里看到的各种色彩混搭的小玩具 可动和原色版本的不差异 关节紧实度依旧给劲 还是铁工厂熟悉的手感 在这五个小家伙里 我最喜欢的是旋风 自己都有些吃惊这样的倾向 红蓝橘色的搭配算不上经典 但给我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仿佛是小时候跌落在某个角落的玩具 在若干年后突然翻出来的感觉 一见如故爱不释手 载具形态并没有特别要讲的 相对于刚才人形的多色块搭配 单体伪装形态的颜色就没有那么跳跃了 与此同时感觉似乎没那么有特色了 其中 闯闹的沙漠迷彩涂装还是比较亮眼的 当然你也可以像说明书介绍的一样 摆出拖车形态 胸向白剑等等 但我已经急不可待的 让他们互插互怼的整出那个传说中的大家估了 组合形态让我想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满城近带黄金甲 金色的头盔 胸甲背炮实在是太抓眼球了 而且色调调配很显功利 因为这样的金色如果做的不到位的话 很容易出现廉价的质感 可能是由于本身造型的缘故 即使五颜六色的状态下 整个机甲依旧显得很有歧视 我原本的计划是原色版本合体展示 異色版分体摆出 但一旦组合起来 就有点舍不得拆开的感觉 对了 有点要特别说明一下 说明书和外包正面的组合图上 右臂有些泛轻 实物是白色的 这个应该是后期图片处理和印刷的问题 可动依旧没什么变化 不说实在的 玩具的異色版本相对于首次推出的原色版 战施的机会可能更大 对于我而言 只要关键位点的关节足够紧实就可以了 绿色豹子本就是边宁钢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在玩家市场 特别是欧美玩家市场 有着超乎预期的认可度 我认识很多西方玩家对这种配色的感情 甚至比G1原色的还要深 也许是RD的影响力 也许是这种跳跃色块所带来的张力 无论怎样 很开心看到铁工厂能推出这款重途豹子 也许市场不大 但每个默默期待这种配色的玩家 都会心存感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